在這裡面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 也就是俗稱鐵三角的一個舞蹈 大家知道他們是什麼聲嗎 這樣就很好玩喔 就是跳八億舞的這些孩子們 或者是李聲叫做什麼名字 叫做什麼聲 李聲不是 他們叫義聲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會特地邀請到的是大龍國小的孩子們 他們其實年紀都很小喔 不是中年級跟高年級而已 那但是呢他們對於這個義股的純熟度 等一下一定會讓大家非常的驚豔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要整隊形 然後他們要帶來這個非常傳統的義股 那他們現在穿的這個服裝呢 事先穿的這個比較輕鬆的服裝 等一下他們全部都會換上正式 跳義股會穿的那個服裝 大家能夠記得那個服裝很長 然後會有長長的羽毛 然後會有什麼金鞭 然後連那個腰帶都是黑色的綢帶 非常的講究 那夠過這些很講究的細節 可以表達我們對孔子至聖先師的尊敬 為什麼會有很多衝動的 我們在一起吃茶餐 尼文治最多的一間 恩、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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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